那么此外 第二个呢 好 疏解压力 那么我们继续 干脆就写到这边来好了 好 第二个发展 此外就是 second 那么透过旅游 我们可以 release we can relax 这里release 其实后面有一个our sales 但是一般our sales都不写 s-e-l-v-e-s-e-l ok 打错了 our sales 借着什么方式 by taking a tour 或者是a trip 也可以 旅游 你放松心情 借着旅游可以放松心情 是在什么情况 当然你一定要工作 我们要抒压嘛 对不对 所以后面就可以加一个抒压 后面再加一个 after a period of hard work hard work hard work就是努力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借着旅游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心情 好 后面可以再加一个补充 it help us a lot help us a lot help us a lot 就是旅游可以帮助我们很大 在什么方面呢 in reliving reliving是缓和减少reliving our pleasure 我们的压力 好 这个是缓和我们的压力 帮助很大 那我们可以用自问自导 老师写说常常会用这个方式 in reliving our pleasure 压力 压力从哪里来 对 我们后面 当然有人用stress是压力 不过那个stress压力是常常强调心理的压力 好 那如果是讲说 哎呀 外在的压力 时间的压力症 可以用preciure 现在我们可以再添加自问自答 压力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课业嘛 来自于工作嘛 所以后面再加一个便宜 压力是from our study 或者是our什么啊 our work work是不可数 所以我们不加s 看 这样子就很清楚 大方向就是第一个优点 什么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第二个优点 什么 又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这个补充 那第三个优点 我们再讲 又再补充 好 我们再把第三个优点 我们写 下去吧 好 第三个优点 那我们就要用third third 好 第三个优点 我们可以跟 这个 旅游的时候呢 对 交 好朋友啊 是不是 前后主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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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主词也是we 前面的主词也是we 原本的句子是while we are traveling 但是因为主词相同 但是因为主词相同 所以我们前面的主词拿掉 动词拿掉 留下一个很棒的分词片语 这个叫while traveling 当我们旅游的时候 这个写法要多运用 这个写法要多运用 那么我们可以交道 we can make 很多的 many 这个 我们可以当然 很多朋友可以先写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补充 什么朋友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 后面我们再来补充一个片语 coming from 好 这个 来自于世界各国 英文可以 可以用various country V-A-R-I-O-U-S 或者是come from various 各种各个不同的国家 various countries 当然你也可以写 这个from foreign country 外国的国家 这样子 好 那么好 那 再补一句好了 我们教那么多外国朋友干嘛 对不对 哪一天 我们出国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当作我们的一个tour guide 嘿 好 这个and they may 他们可能 serve us serve us serve us 就是充当的意思 担任什么 ok 这个就是serve us 充当担任 our tour guide our tour guide i-D-E-S 什么时候 哎 加一个时间 当我们 有机会去拜访他们的国家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后面加一个时间 when when we have chance to visit a deal country ok 所以掌握原则就是 重点在前面 补充 重点在前面 补充 重点在前面 补充 你看 这样子就很完整的一个写作模式了 好 最后结论我们看一看 哦 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好处 因此我们结论可以 建议读者 这篇文章是 你写的 所以你可以建议看你这个文章的人 哎 多去怎么样啊 旅游 这个不就很好吗 对不对 好 ok 嗯 我们看前面的 好 利用假日出油 增天生活的 色彩 我们用建议了 建议就可以用这样 since 由于 或者是now late 还有可以用seeing late 好 这个是连接词哦 既然 旅游有那么多的优点 since traveling 这个 来 offer offer就提供给我们 提供 二字 so many advantages 好 建议了 why don't we why don't we 我们为何不 take 一些休闲的时间 legial time lei 或者是free time 也可以 legial time to take 好 或者是to go out for a trip 这个就是我们建议了 我的句型就是用 why don't we 这个我要改掉 为什么 因为是 我写的作文 我要给你看 我要建议你 好 那么 这边就可以 why don't you hey 你为什么不 这个 腾出一些时间呢 用take或者是spell spell 就腾出一些休闲的时间去出去来个旅游呢 对不对 hey ok 结束了 it 这个旅游 会让你的生活多彩多姿的 it is sure to make your life 充满的色彩或者是这个多彩多姿这样子 英文的写法就是colorful比较好写 colorful就是多彩多姿 旅游一定会使你的生活多彩多姿 这是动词受词受词补语 这就是结论 建议 老师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结论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不要改you 因为这样子人称改变并不是很好 所以呢 我们还是把you改成这个we比较好 就是给我们大家提供的一个建议 这样子 这个跟前面 后面的人称才会前后一致 如果改用you的话 反而不好了 人称再变化就反而不好了 好 这个就是修改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